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不骑车的变形低纲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406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话来给大家做铁工厂的DIFEF30D 30D应该是胸部很大的萝莉吧 这个之前有给大家做过它的这一款叫做Kigunas 就是白鸟座的意思 然后这一款呢以镜像天火作为配色 叫做黑暗白鸟座 所以是黑暗生意啊 但是你叫它黑白鸟很奇怪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话呢 隔壁版权的关系呢 我们就称呼它为黑天鹅吧 它一样有附带一座支架 支架的底部呢有一块这个 支撑的架子的话呢 就从这个地方给卡上去 卡上去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地方这个三角形啊 大概是按在这个位置 这样子扣上去 但是呢它的架上去呢 平常的摆放没什么问题啊 但是你倒过来放呢 它是有一定的机率会松开的啊 并不是非常的紧实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下方的话呢 起落架的部分 首先的话呢 前方的起落架 是暗藏在这个大枪里头 大枪要扣在这 然后呢 在人物的膝盖 下方有轮子 那么附提的是呢 它这个轮子啊 是真的是全部可以动的 因此它有一定 相当不赖的一个滚动性 然后呢 按照说明书的说法呢 目前呢 给各位展示的呢 叫做jet mode 就是所谓的一个 飞机的一个模式 那么飞机模式其实就是把所谓的重装都给取下来 那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驾驶舱呢 是一个绿色的部件 但是没有办法打开 紫色的一个车顶 而不对 飞机的一个机顶 后方推进的一个引擎 然后呢 它这个扣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简单的啊 这个铁工厂的变形啊 呃 是送的 但是这一集是镜像 所以反过来是买的 那这个的话呢 底盘 如此这般 呃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给各位做非常简单的一个展示啊 就是它所谓的一个space 呃 模的 就是一个太空飞行模式 那么上太空的话呢 就需要多一点的推进器 以及在浩瀚的宇宙里危机事处嘛 所以我们呢 我们需要强大的火力呢 来支持我们啊 以免遇到邪恶的外星人的时候呢 啊 要防范他们 所以需要中高强的火力 那侧边这个部件啊 一旦扣下去之后啊 非常的紧实啊 可以看到 它这个紫色的这个凸 扣进这个黑色的洞啊 这个组合是非常少见的 那重点是在扣下去之后啊 你要把它拔出来啊 就不用道具 几乎是扣不出来的 如果你直接 朝这个围去扯的话呢 请注意啊 这个地方受力太多了 建议是不要这么做 然后呢 就是最重要的这个推进器啊 有这个黑色的凸 对黑色的洞 这种片子通常不会有人看的啊 然后把它给扣上去 那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 因为它的一个卡扣都比较短小一点 那么这个就它所谓的一个外星 不对 应该说宇宙空间的一个移动模式 后方的话呢 这个推进器 是可以稍微调整一下的啊 里头的话呢 其实没有涂装啊 但是看起来好像是两颗灯泡一样的感觉 加上原本的这个地方 还有这里啊 1234567啊 七个一个喷射的一个口 这肯定飞起来就快了 然后呢 这个侧面给看一下 机身稍微厚了一点 不过毕竟是一个科幻形态 说科幻形态也不对啊 其实这款天火啊 它是好像多年以来吧 一直被认为是最合理 可能真的变形成机器人的飞机的一个形态 那这个长城的这个火炮呢 就可以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缺点就是这个地方 空洞了会出现 那这里有一个绿色的一个通明部件啊 跟这个驾驶舱同样的一个绿色 就有一种能量汇集的感觉了啊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所谓的一个 Space mode 就是一个宇宙空间的一个形态 我们平常的话呢 我是不会把我的东西给亮出来的 还是低调一点好 那作为一款这个跟超时工要塞 马克罗斯呢 有说不清楚关系的一个模具的话呢 这个它当然是有所谓的一个Guardian mode 那我们就这个从这个地方锁扣把它给解开 呃原色的这个白鸟座呢 也是有这个Guardian mode 那我们这一款的话呢 当然也是可以有的 这个手翻出来 有点紧啊 这个翻不出来 一瞬间翻不出来啊 好 把它给扣上 手臂就放下来 然后这个腿的话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紫色的这个部件 跟这个腿后腿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组合卡扣的 扭一下就把它给松开了 然后两腿给打开 这个腿的话呢 就是腿的话 我记得打开也是很简单的 就打开 它腿是直接缩短而已 我们这个腿要这样松开 然后再扣回去 它这里是有一个凸啊 内侧是有个凹的 就把它给扣上 当然我是觉得应该是 要不要扣上啊 扣还是不扣 忘记了啊 这个脚就把它给往下放 它这里呢 腰身的话呢 是有多了一个可以往下折的关节了啊 往下折的关节 所以它 这个膝盖还是算的 还是扣起来吧 裙甲的话呢 可以往前面 裙甲可以往前面 推一点点 好吧 这个如果各位你喜欢所谓的一个 马克罗斯的一个Guardian Mode 然后这个Guardian Mode 它这个地方是可以往前面 我觉得是可以往前推啊 对 往前推一点 如果你觉得往前推比较合理的话 你就把它往前推 如果你想要往后的话 就把它往后 这样子 Guardian Mode 但是呢 这个呢 绝对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守护神形态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都会需要这把大枪啊 把它给拿下来 然后把它给扣上去 那么顺带要讲一下 它这一次 各位应该有看到 旁边有很多的替换手 那这个替换手的话呢 这一次的话呢 反而是这个拳头里都有动的啊 是它默认 能够完全收进去小臂里头的 你换成其他的手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收不进去的啊 这一点跟各位提一下 好 给它做个简单的一个站立吧 OK 确实是有所谓的一个守护神的一个形态 好吧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这个脚的话呢 很可惜 膝盖的话呢 已经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再往前再多打一点 那这个应该是一个更趋个lag 可能会更漂亮一些 好 因为一团黑啊 看得也不是很清楚了 那我们就接着就继续把它变形完好了 脚我们已经拉长了啊 然后呢 后面这个部件 方便给大家看 我们就把它拿下来好了 其他部件就是往内折进去而已啊 这个部件 把这个飞机的头部给往内缩啊 往内缩进去 然后的话呢 头部给放下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 黑天鹅的这个头往后推一下 紫色部件呢 把它推到定位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胳膊啊 利用这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推上来 背包的话 不拆也是可以一体变形啊 只是说方便给各位看一下而已 然后手臂的这个火炮的话呢 然后手臂的这个火炮的话呢 就把它给反转 这个扣上去 好 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是 这个 呃 翅膀的话呢 可以把它往内 折一点点 然后我们再把它给扣上去啊 那扣这里的时候是 除了主要的结合卡扣之外 上面还有两个小图啊 然后这个火箭 呃 推进去往上推一点点 会比较好看 好的 那么这个脚后跟呢 这里 这一块不仅是一个双动关节 把它往下面推下来啊 推到后面这里 飞机的时候是这里 双动关节把它往下推 就会到人形而造一个状态 好了 这个 我们的这个 Darkness Kigunas 暗黑白鸟做的 变形过程呢 就算是OK了啊 啊 我很多年以前 我第一次看到镜像天火的时候 那是一个 大陆的同好朋友呢 赠送给我的一款经典系列的玩具 当时觉得非常的帅气啊 这个天火居然黑色的 可以这么样的帅 那么这一款白鸟做的一个 镜像配色版本 就在这边 它一样呢 是附带一个替换的一个头的啊 但是呢 以我这种 呃 这个其实比较接近这个 Maklos的这个头 它这个替换的话 是直接把这个头给转下来啊 但是 示范一下啊 啊 算了还是不要拔好了 反正我比较喜欢这个 金色的这个面条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 然后其他的替换手啊 都非常的简单 我们给各位做个简单的替换 这个拳头从这 把它给转一转 就可以松下来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白鸟做啊 关节恰到好处啊 甚至呢 我觉得这个地方 这个关节 这个球关 我觉得有点小松 我反正还加了一点 快感 把它弄紧一点 那其他的关节的话呢 都恰到好处啊 这替换手的话 帅气度当然是有 但是变形的时候呢 就是必须把它给拿掉 那这个拳头里头有个洞啊 这是唯一啊 可以握持武器的 然后呢 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 嗯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好像 这个地方啊 这个只有一根手指头指的 这个部分啊 是单独 只有这个右手才有 我左手好像没有 还是我掉不见了 OK 各位 如果你有看到的话 或怎么样 你就 有的话 你就再把它 给我留言一下好了 因为反正我好像 只有一边有一个单指啊 嗯 OK 那这个是一个拳头里头 把洞挖掉的一个形态 好吧 那么作为一款 这个 益色版本的话呢 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分享 那由于上一次是 从机器人变成飞机 所以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给 做一个简单 正常的啊 飞机变成机器人的一个形态 啊 关节还是展示一下好了啊 哈哈 基本上呢 你想到的地方呢 大概都能动啊 而且手肘是一个双动关节 啊 裙甲还有这个腰身啊 什么的都可以动 侧边的一个裙甲 也是给松开的 还有一个往下看的 一个一个关节 虽然略松 但是还在可以接受范围啊 以铁工厂的关节紧实度来讲 这个是妥妥的啊 没有问题 外白内收啊 什么都是有的 那整体来说的话呢 顺便提一下好了 原色版本的话 现在也很贵 而且呢 有一个啊 美国一个住在东岸的朋友 他在这个网络上给我留言 他说铁工厂的玩具呢 在美国是非常受欢迎的 而且呢 就是价格的飞涨速度都非常的快啊 这一点消息的话 可以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 那这一期就给各位进行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